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喵戴莉的塔羅珍補頻道 我是喵戴莉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你念念不忘的那個人 他出現在你生命中 具有什麼樣子的意義呢 這一段相遇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 對你的生命有什麼樣子的啟發 會讓你得到什麼樣子的成長 那我們今天有三個選項 今天的選項都是 四川的古屬文化 就是四川的原始人 然後不是外星人 第一個選項是 青銅的人手 鳥生象 很特別吧 就是像埃及文化這樣子 四川的青銅文化 第二個選項是 青銅麗人像 我很喜歡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 第三個選項是 面具 青銅面具 一二三 第一個好像是 古屬文化中的造物組 這樣子 那我們就從第一組先開始囉 首先來看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你心裡所想的那個人 出現在你生命中 將會帶給你什麼樣子的成長呢 有一點 就好 有一點 先到第一組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在交往 或者說曖昧中 這組牌感覺上你已經對對方有一點失望了 然後在這段關係中其實你 你已經很累不想要再繼續付出了 我們抽到的是全杖八的逆位 就是說你覺得你在這個人身上投注了太多希望 跟太多的時間 精力 心血 或者說你對對方非常的掏心掏肺啊 然後結果他都 就是不願意多為你做一些什麼 你總覺得自己在犧牲奉獻 然後對方好像沒有那麼 就是他也沒有對你做出同等的 犧牲奉獻吧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很委屈就是 有在思考說這個人到底值不值得你付出那麼多 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已經有一點 浪費青春在這個人身上了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戀人牌的逆位 你為什麼會那麼想 可能是因為你們兩個的個性 有差很多 或者說 就是對方不願意為你做出你所 期待的改變 比如說 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改變 那他也不願意 就像那個周星馳的石神裡面啊 雞姐 想要 想要石神在 紙上給他畫半顆星 他都不願意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很難過很傷心 然後對方就是 可能就是不願意 做出任何的改變吧 可能他的個性就是 就是這樣 或者說 你是一個很 專一的人 然後發現說 發現說 他明明知道你很討厭他跟別人曖昧 可是他還是 老是在跟別人曖昧 之類的 那這些事情其實讓你已經覺得很累了 或者說你們有很 一直常常 爭吵的 某件事 然後對方 就是聽不懂 或者說 拒絕接受 所以我覺得 感覺上選到第一組的人 你們其實心已經很累了 在這一段關係中 或者 已經分手很久了 可是 一想到這件事情就會覺得 談戀愛真是一件辛苦的事 那 他到底帶給你什麼樣子的成長 這段相遇到底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特殊意義呢 我們抽到的是權杖2 然後審判牌以及 王后牌的逆位 就是說 如果你有在考慮要不要跟他復合的話 這段關係 可能就還是跟原來一樣 他並不會為了你改變 就算他說他會為了你改變 很多事情 你不能接受那些事情 可能還是會發生 然後你就會很 懊惱自己為什麼有相信他了 就可能是希望說他不要在公共場合 摳腳 啊就是喜歡這樣子 他會覺得那是他的自由 好啊這個例子不是很好 總之呢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人跟你之間可能會再續前緣 或者說 對方可能會 就是你還會再遇見對方 然後你們再遇見的時候我覺得 原本的問題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然後兩個人之間的戀情 可能就跟之前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接受 或者說你可以配合對方 而不去計較那些 你很在意 很介意的事情 那是沒問題 就是你必須配合對方啦 那如果說你不是喜歡 配合對方 你就是沒有辦法接受他跟別人曖昧啊 你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他喜歡當這種摳腳 那就 最好不要 負荷 或者說 你應該去找更適合你的 那更適合你的人是什麼樣子的人呢 我們抽到的是權杖2 也就是說 這個人可能跟你 會在旅途中認識 旅行途中認識 然後這個人可能跟你 是同一個行業啊 或者說 工作認識 或者 跟你有共同的興趣 那這個人可能 就比較能夠欣賞你的優點 在個性上跟你比較相像 會比較談得來 然後兩個人 跟會生氣的點是一樣的 所以就 頻率也是一樣的 所以就會比較 就是志同道合一點 你可能要尋找的是這樣子的 人 會比較適合你 作為人生伴侶 那你問的這個人我覺得 最後可能還是會讓你失望 因為他一直都在讓你 處於一個擔心失望的狀態 那他自己 甚至不知道自己一直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你可能就會一直覺得很無奈 可能在認識他之前你從來都沒有考慮過說 你想要的人或者說你 你想要的愛情是什麼樣子的 但是認識他之後你就會知道說 喔我不想要這樣子的戀愛 就是整天吵架 然後兩個人 永遠都沒有辦法一起成長 沒有辦法一起去做很多事情 或者說 兩個人都活在各自的世界裡 所以我覺得遇見他你會更確定 更認識你自己 所需要的人生是什麼樣子的人生 然後你不要的又是 又是什麼 對 所以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你在這一段關係中的盲點 是什麼呢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你們在這一段關係中的盲點是什麼 我覺得 可能你有一點感進度啊 或者說你是一個執行力很強的人 所以說你對於任何事情都要搞得很清楚 對於感情也是這樣 就是你可能會 有一點急吧 想要趕快得出一個結論 想要知道對方到底有沒有在意你 想要知道他到底 在意你到什麼程度 百分之幾 就是 什麼事情都要搞得清清楚楚的 這樣子的個性 然後對方就是那種 什麼事情都不喜歡搞得很清楚 什麼事情也不喜歡講得很明白 他會覺得講得很明白就不浪漫了 就不好玩了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說你自己一直都在等待對方 然後等到花兒都謝了這種感覺 我是覺得說 你們之間其實就只是個性差異而已 他並不是不在乎你 只是說 他會需要很多時間跟自己獨處吧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我談戀愛反而更孤單的 就是他都不陪你 或者說 你都不陪他 或者是兩個人 兩個人就是你忙的時候 他需要你陪他 然後他忙的時候 或者說他沒有心情 他要一個人獨處 搞自閉的時候 你又很需要他 來找你 然後你們之間就有一點不對盤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個性差異的問題如果 兩個人都可以做出一點點改變的話 或者你跟對方溝通 在他想要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之間會 會有所改善 就是你可能要 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說你們之間的個性差異 這個問題很大 那所有的 布核都是來源於這個 如果說兩個人都沒有辦法互相配合的話 兩個人都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 最好就是順其自然 有時間大家聚在一起沒時間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 不要太在意對方吧 然後 在他想說的時候就說 在他不想要表達的時候 你也不要 逼他跟你溝通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個性可能有一點叛逆 不會想要受人指揮 然後你可能就是覺得說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都不願意做嗎 那他就是不想做啊 我來看一下下面的牌 好無奈喔 這種 個性差異 我覺得 其實你們的個性差異 就是你們之間最大的問題跟阻礙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各忙各的 然後 有時間聚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就會比較珍惜難得的 相處的時光 然後你也可以去尋找你 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是兩個人都各自有各自的朋友啊 各自的 想要做的事情都去做 就會比較快樂 然後兩個人就像家人一樣互相陪伴就好了 那如果說這個個性差異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我覺得你們之間 到最後分手或者 沒有辦法在一起 的機率很大 可能是其中一方就是一直想要逃避啊 然後另外一方就想要逼他講清楚這樣子 那其實他逃避也是不想要跟你發生衝突 所以 盡量要找到兩個人都喜歡做的事情 或者說兩個人 就盡量不要讓兩個人相處的時候還在吵架 你們之間的個性不合的問題就會比較 緩和一點 兩個人相處的時候就趕快去做 大家都想做的事情 會比較好 如果你 還是想要跟對方 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組牌 對方希望你怎麼做呢 其實對方還蠻喜歡你的吧 就是覺得 你的外在條件啊然後你還蠻 性感的就是在 外在條件上他是非常喜歡你的 但是如果你們常常吵架啊 這樣子我覺得 那種感覺會磨損掉會讓他想要 去認識別人或者說他會懷疑你是不是 變心了 所以我覺得 你們是不是要溝通看看 就是 他可能會覺得自己不再吸引你 然後你可能有別的喜歡的人才會跟他在一起這麼不快樂 他的想法是這樣 然後他會覺得兩個人如果在一起不快樂的話 那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 你可能要真的跟對方溝通看看 然後 跟對方一起做一些 你們都會快樂的事情 比如說 除了手遊沒有別的嗎 在家看電影吧 然後 然後 就是要找出你們之間共同的興趣啊 然後一起下廚啊 這些 找回當時你們談戀愛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還蠻懷念的 他會覺得說 不知道為什麼 層幾何時兩個人好像從來都沒有停止吵架過 這樣還蠻 累的 他會希望你們兩個都快樂啦 在這一段關係中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在意你的 只是說 雙方都有一點累了 就是因為這個個性不和的原因 那如果說你還想跟對方在一起的話就 就可能要把對方當朋友這樣相處 會比較好 然後不要對他太苛刻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的話還不如分開的話 也好 就是不要把對方抓得太緊啊 我覺得 他會覺得說 他可能就永遠 你最火大的點 我大概懂 就是 他那個永遠都不知道你在氣什麼 會讓你更氣 啊 啊 如果真的很難溝通的話你可以跟他寫信啊 就是用文字溝通看看 或者 但是不要講著講著就吵起來了 他會覺得你只是在發 發酒瘋這樣子 哈哈 不過當初 大概也是因為你們個性不和 所以就 互相吸引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你要讀什麼佛經 會跟對方比較好溝通呢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你可能要比 正常人多更多的慈悲心來跟對方相處了 那 大悲咒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每天讀一遍或者好幾遍然後 讀完之後回向 法界所有眾生回向給你的曆代祖先 冤親債主 甚至是對方 然後 你就可以許願希望你跟對方的關係變得更融洽 兩個人可以 相處得更好 然後 對方也 也能夠聽懂在表達什麼 知道你的感受是什麼 那就 祝福選到第一組的朋友囉 如果你持續持咒啊 回向啊 許願 相信你會越來越順吧 跟對方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然後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 然後 如果可以的話請幫我按個讚 謝謝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哈囉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方出現在你生命中的意義是什麼呢 會讓你得到什麼樣子的成長 會讓你得到什麼樣子的成長 但是對於自己有非常多的自信吧 然後 很強勢有那種 領導 領導者的 風範或者說 有領袖氣質嗎 然後你們就是天生的想要來征服一些事情 然後征服世界的那樣子的人 然後 對於自己 對於自己有非常多的自信吧 然後 其實你們就是天生的領導者 就是來當領袖的 比如說要征服世界啊 或者說 就是 你們對於自己 其實 沒有什麼能夠 阻擋你 或者說 讓你不敢去做的 我覺得你的想法應該就是 充滿了勇氣啊 然後充滿了野心 可以去實現 所有你想要實現的目標 跟夢想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太陽牌的逆位 就是說 你經歷了對方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感情 如果說 是感情的話 就是有不順 或者說關係困難啊 然後冷淡了 然後 跟對方分手 如果說有分手的話 這段關係 所帶來的傷害 分手啊 這些 有一點 推翻了你對愛情的看法 或者說對於自己的 信心 其實有一點 崩塌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寶劍2 聖杯石 以及 寶劍騎士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你一直在 自我反省 然後你從中得到的成長是什麼 我覺得 你開始在 思考說你的人生到底要什麼樣子的伴侶 也因為認識對方 你知道說你要的人生伴侶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們抽到的是聖杯石 也就是說 可能是以結婚為前提啊 然後兩個人都 渴望那種 穩定的戀愛 然後你可能會更著重去 尋找這樣子的人 比如說 從朋友做起啊 慢慢發展啊 你可能會放更多的耐心去認識別人 或者說了解別人 想要的是什麼 你就從一個比較自我 或者說有一點過於自信的人 慢慢變成一個有耐心 然後 聰明能幹 雖然說有勇氣 可是又 又不會太 過於衝動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認識對方 其實你有在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然後你也變得更成熟 知道自己要什麼 就是 介於抓住機會跟衝動之間 其實你還在學習說 要怎麼去 拿捏這個分寸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的挫折跟傷害 也讓你 在今後的人生 不管遇到什麼樣子的逆境 你都能夠 很好很冷靜的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 學到的是經驗吧 就是認識這個人 會讓你多 多了更多的勇氣跟 讓你變得更堅強 那我們再來看 下一組牌 在這一段關係中 你的盲點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我覺得你們在這一段關係中 可能會有的盲點是什麼 你可能會覺得說 對方很少陪你 或者說 是因為你們之間相處的時間 不夠 才導致分手 或者說 兩個人變得很冷淡 然後你可能會認為說 是因為生活品質啊 是因為你給他的東西 不夠啊 是因為你不夠成功啊 這些其實都跟這些 無關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說 是對方對不起你 離開你 你可能會覺得說 都是對方的責任 或者說 你會覺得 是他的損失 你可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在這一段關係中 其實 你也要就是 反思一下你自己的 個性啦 可能你對他的態度 有一點以上犯下 或者說 你們兩個的溝通不夠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你都沒有 去明白說他到底要的是什麼 他會覺得你都不了解他 然後 可能這不是事實 但是他感受到的是這樣 就是你很少會表達你的愛意 或者說 你表達你愛意的方式 並不是 對方所想要的 然後他期望的東西 你沒有給他 不一定是物質上 可能是 他會希望你用 某種方式去 在乎他 然後他感受不到 你用那種方式去在乎他 他就會覺得 跟你講的好像也是白講 或者說 他就會覺得說你都不在乎他 所以說我覺得 你可能要反思一下就是 對方心目中真正要的是什麼 就你可能不是很了解他 可能你對於自己的 自尊心 會看得比較重 然後對方就會覺得說 你會 不那麼重視他 那可能這也不是事實 但他就 接收到的訊息是這樣 可是你會以自己為主一點 沒辦法領袖特質嘛 那我覺得 還是說對方跟你的媽媽的關係不太好 或者說 他會覺得你在意他媽媽比較多 之類的 就是 他感受到的是 你沒有把他放在第一順位 可能最重要的是你媽媽 然後是你的事業 然後 是各種各樣的事情 朋友也很重要 然後最後 你就把他放在一邊這樣子 我是覺得說可能就 我是覺得說可能就 你們兩個就沒有好好的聊過彼此想要什麼樣子的方式 可能他表達的方式你也聽不懂 就是他也不擅長表達 然後你也不擅長去 猜 對方的心意 就變得很累了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你們還沒有分手的話 是下面這支張牌 選到第2組的你們是工作狂嗎 就是我覺得 其實你們會把自己看的比任何人都重要 然後 甚至有一點過度保護自己 會覺得說 自己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怎麼能夠 分那麼多時間 到 對方身上 所以我覺得 其實 對方也還蠻 很委屈的吧 會這麼想 然後其實 他會覺得自己一直都在等待你 跟他好的聊一聊 然後 你可能就不把他說的話當一回事 然後最後他就會想要離開了 所以我覺得 到最後你也會很受傷但是 我覺得要你去改變 或者說去配合對方 好像是件很難的事 你們可能就是 王者風範吧 會覺得對方應該配合你 那我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 跟他溝通啊 或者說 為他做一些他所期望的改變的話 你們之間可能就是分手 然後你也會從中得到成長跟蛻變 你的確會換來更成功的事業啊 或者說 事業上會發展得很順利 然後對方 可能就只是在你的 回憶中了 可能是這樣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可以就是 稍微退讓一點 然後多跟對方聊一聊 然後他有提到說他想要去哪裡啊 或者說跟你吵架的時候 說他想要做些什麼事情 而你都沒有陪他去做 其實你可以真的多花一點時間 在他身上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他的話 不想失去他 那我們來看一下 想要第二組的人 你問的這個人他希望你怎麼做呢 有點累 想要第二組的朋友 你心裡所想的這個人會希望你怎麼做 在這一段關係中 或者說的這一段曖昧中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我覺得 對方可能真的需要你再多花一點時間 陪伴他吧 然後 然後多把心思放在他身上 他會覺得你就算在他身邊 你想的可能還是工作 然後 有一點心不在焉這樣子 然後他想要跟你溝通的時候你又覺得很累 你會覺得說我都那麼辛苦了 你還要我怎樣 然後他的想法就會覺得很傷心啊 會覺得說 就算你陪在他身邊你也沒有 很在乎說 他到底要什麼 然後他會慢慢覺得說兩個人之間的距離 好像越來越遠了 就是 就好像在談遠距離戀愛吧 然後他知道你很忙他也不敢跟你多說多要求什麼 所以我覺得 你們之間可能就是要多花一點時間 相處 然後 用心陪伴他一點 他會覺得你就算在他身邊也沒有 沒有把心思放在他身上 那如果你覺得 他這樣子的要求很 奢侈或者說很 很過分的話 我覺得 兩個人會不會分開比較好 就是可能 可能你真的很忙吧 就是沒有辦法照顧到他的感受 其實兩個人就 花一點時間 然後做一些彼此 曾經常常一起做的事情 一起看電視啊 然後一起出去玩啊 這些 會比較好 那這就是給選到 第2組的朋友的解排囉 我們再來看一下 選到第2組的朋友 要讀什麼樣子的佛經 會對你們之間關係比較好呢 然後呢 選到第2組的朋友很有慧根喔 抽到的是任言咒 那就祝福選到第2組的朋友 你可以每天 讀一遍然後回向給法界所有眾生 回向給你的另外一半 然後你就可以許願 希望我跟他的關係可以進來比較順利 希望兩個人溝通 可以知道對方到底要你怎麼做 那就祝福選到第2組的朋友囉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解排請給我按個讚 或者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非常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選到第3組的朋友 我這是分第2天錄的 首先來看 選到第3組的人 你喜歡的那個人 出現在你生命中的意義是什麼呢 好有名哦 有名字 哎呀 你不懂我 我以為這個人 好有名字 許 kor 不如同 看看 好有名字 喉 喉 今天真的阳光充足欸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我觉得 不好意思 我好像咬到自己的舌头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我觉得 其实你跟你心里所想的 这个人真的个性上非常的相像 也就是说 你们的步调频率都是一致的 那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其实你们的反应也是一样 可能因为你们两个人都一样骄傲吧 就是 可能你们都各自有一番事业啊 在事业上都很亮眼的表现 或者说在学业上有很亮眼的表现 总之你们两个就是旗鼓相当 骑风敌手这样子 所以说也导致两个人在感情上就会 有一点叠对叠吧 然后两个人就会觉得说 都想要知道是不是对方 都会希望说对方在意自己多一点 比自己在意对方多一点 然后其实你们两个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就是当你们发现 你跟对方 就是相处的那种暧昧的感觉 是跟普通朋友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你们两个马上就会有一种 想要假装没这回事 或者说把对方当空气啊 故意装忙啊 然后故意装作很冷漠 不在乎没这回事的样子 继续去忙你的事情 可能你们就是习惯工作狂 习惯 呃 当一个很严肃的人 所以说就会面对感情的时候想要就是 想要装酷吧 我觉得就想要装自己比较酷这样子 然后希望对方比较主动 希望对方 呃 是第一个 表达爱意的那个人 然后我觉得 也因为你们这样子叠对叠 然后互相在猜心意 然后彼此都不想要表现出更喜欢 更喜欢对方的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 其实都有一点硬吧 就是两个人在比谁更硬 然后谁能硬到最后 谁就是赢家 这种感觉 然后其实在这一段关系中 我觉得可能比较 有可能主动的是男生的那一个人 或者是火象星座个性比较爆充 应该是男生 如果是同性朋友的话 那就是 呃 比较容易显现出自己的 呃喜好啊 然后爱政分明的那个人 然后会比较容易主动表白 其实在这一段关系中 嗯 其实你们两个的相遇 其实 呃 是值得珍惜的 但是你们两个就可能 因为这样子 呃 彼此蹉跎 彼此 试探 过多的试探 会让你们的感觉磨损掉 然后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 就会变得 就是本来是一段还蛮美好的感 感情 或者说 还蛮 难得的一个相遇吧 但是因为你们两个都有一点过 过于 轻 或者说过于装 装模作样 所以说就会让这一段关系慢慢慢慢变位了 就是 两个人就慢慢没有办法走在一起 或者说 两个人都有一点在猜 是不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谎啊 害怕受伤 所以说就不敢 呃 去显现自己对对方的心意 其实两个人只要 其实你们两个人只要各退让一步的话 我觉得 就是 多对对方显现出你对他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是有可能 就是发展成一段 呃 非常好的 恋情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 你们还在暧昧啊 彼此试探的一个阶段的话 其实你可以就是改变一下你跟对方相处的方式 可以多显现出你可爱的地方啊 然后温柔的地方 让他看到 不一样的你啊 也让他看到说 哦 让他更确定说 其实你是 对他有好感 其实你并不排斥跟他继续发展下去 不然他可能就会 你们之间很可能就会因为这种彼此试探 然后 呃 原本对对方的那种热情就会慢慢 消失 所以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其实你们是非常有可能发展成 呃 人生伴侣的感觉 我觉得 就是两个人都很像 所以说 呃 能遇到这样子的人 也很难得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组牌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在这一段关系中的盲点是什么呢 要注意到什么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我觉得 你们跟对方相处的方式可能有一点 误区或者是有一点迷思吧 就是可能选到第三组的你们真的很优秀 所以说 呃 在 就是其实你是一个很坚强 然后 独自走到今天 奋斗到今天的一个人 所以说 你身上就是 其实是披着一个无形的盔甲 就是你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其实你就是有这种 大将之风吧 就是该怎么讲 就非一般人啦 然后 所以说这也导致你很难融入人群 或者说跟别人很聊的来 然后你也不是那种很喜欢跟人家 靠太近啊 然后 什么都可以打屁哈拉的人 其实你不是一个喜欢浪费时间的人 所以这也导致你跟 别人可能会保持距离 那在遇到爱情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习惯或者说 呃 不知道 用什么样子的 面貌跟对方相处 然后我觉得 其实你要放开 就是你严肃的那一面 然后 呃 抛开你 身上的那些盔甲 先把他们都卸下来 然后 呃 拿出就是像 钢铁的人 要把自己的盔甲先脱掉 然后 要变回一个 变回那个 就是 像小孩子的你啊 或者说 变回 呃 比较温柔 柔软 然后愿意示弱的你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点就是 跟对方相处的时候 或者说 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 像老师对学生讲话的那种 方式 然后这样子可能会让对方觉得 跟你相处好有压力哦 就是 就是 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喜欢他 根本没有暧昧的感觉 就会觉得你好像 完全对他不感兴趣 然后这也导致他不敢来约你出去了 或者说 他会觉得约你出去会被拒绝 就是 他自己就 就会这样想 所以我觉得 或者说他会觉得说 他如果约你出去的话 会不会你们 在吃饭的过程中 就是 两个人像在 好像他在被审问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会觉得 有压力 可能就是觉得你是一个 比较权威的人吧 所以说他也不会敢前进 或者说 你们之间就很难前进了 你们之间的关系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你跟对方聊天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换一种 换一个灵魂吧 就是不能聊平常 事业啊那些 就都不要聊那些 就聊一些无聊不重要的 鸡毛蒜皮的所事 所事 就OK了 就是该怎么讲 应该就是要放松一点吧 然后 或者说你一开始跟对方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 可以聊聊就是 可以先从不用讲话的约会开始 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去滑雪啊 两个人一起去 唱塔拉OK啊 然后可以喝一点小酒啊 然后两个人就比较放松 会比较容易靠近 我觉得 可能就是有一种 你有一种 让人觉得你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虽然你没有 没有这么想 可是 可能你的成就啊 然后你的 外在条件很优秀 加上 你很习惯就是讲很专业的东西 所以说人家会觉得 哦 你只把我当同事 可能会这样想 可能就是要聊一些废话吧 可是又不能让人家觉得你很 随便 你可能是这么想的 那就 可以聊聊电影啊 聊聊书啊 聊聊音乐啊 两个人可以一起去听演唱会啊 如果有喜欢的 嗯 有共同喜欢的音乐的话 我觉得 还不错 就是要完全放松吧 丢掉所有的束缚 束缚 比如说像 可能你在他的心里哦 或者说在异性的心里 或者说在 呃 所有想跟你暧昧的人心里 一开始觉得你很有吸引力 然后结果发现你真的不是 真的就是一座冰山 可能是这样子吧 然后会觉得 算了 我征服不了 就有点像那个 摇滚教室 School of Rock 里面的 校长 就是 可能就是要放松一点吧 这样算偶像包袱吗 你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 你可能 嗯 不是很想要太跟别人 就是走太近 或者说 其实你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然后你也习惯这样 这就是你的 这就是你的个性 然后这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孤单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因为你很难放松吧 可能就太过重视形象 太在乎别人怎么想 你可能会觉得说 比如说 你会觉得检察官就是要有一个检察官的样子 法官就是要有一个法官的仪态 就是会觉得不屑当一个轻浮低俗的人 那其实你可以找一个介于轻浮低俗跟有趣之间的一个度 也就是说 比如说像 刘宝洁是主播 然后 或主持人 但是他也没有低俗轻浮啊 他也很有趣啊 就是 你也可以就是 选一个 比较 然后 应该怎么讲 就是适度的 流露出真实的你吧 我觉得其实真实的你是一个还蛮丰富的人 就是 有很多的优点啊 然后 很浪漫啊 然后 很好相处 可能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 问问对方 喜欢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放松 然后 或者想想看你有什么 很想做的事情却没有做 然后你可以常常写一写 其实儿时的时候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 你可以回想说 你 什么事情是会让你燃起热情的 就是 还是说你们从来就没有 放松过 或者说 从来就没有 不理智冷静的时候 哇 那就很难了 我觉得 不过我觉得像这样子的 优秀的人来讲 就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然后跟别人都保持距离啊 不是很喜欢跟人家太接近的人 其实一看到小动物就会融化了 对吧 所以你可以约对方去可以看到动物的地方 然后就会觉得 就是要找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新房的地方 是比较适合约会的 然后也会让你跟对方 就是更进一步 总之就是要让你卸下你的盔甲啦 我觉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希望你怎么做呢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我这一组是不是讲太多了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你喜欢的人会希望你怎么做呢 或者说怎么跟他相处 我觉得选到第三组的人 其实对方会觉得 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他耶 所以说都跟他有一点 就是背道而驰 但其实他是希望说可以跟你再去 一起经历很多事情啊 然后做一些浪漫的事情啊 然后出游啊这些 可能就等疫情结束之后吧 然后我觉得对方是很希望说 很期待跟你一起出去玩 然后看看两个人 是不是彼此对的人 人生伴侣 但是一方面他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严肃 如果说跟你在一起的话 到最后会不会一直被你责骂 或者说 可能会有七管炎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我觉得在对方眼中 你可能有一点 就是太凶了吗 还是说声音很大声 像雷 像打雷的那个声音 然后我觉得 就是就是有一种像长官的感觉啦 然后 如果你的光环 就是太耀眼的话 他会觉得刺眼 所以我觉得 他会犹豫的点是 你到底是不是那个 会愿意洗手做跟汤的好太太 他会犹豫这些 就是如果说要跟你定下来 所以我觉得对方是有考虑说 你们两个适不适合啊 这些问题 那如果说你一直让他看到你很耀眼啊 然后你很强势 而不是温柔的一面的话 或者说不是一个适合当太太的人 我觉得他是会觉得算了 就是 那就放弃吧 或者说他会觉得你不是一个适合当 先生的人 可能他需要的是温柔的陪伴啊 然后 会做饭的先生 他可能会希望是这样子的 会做家事的人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 你有点大男人大女人主义 所以我觉得 他会希望你怎么做 我觉得 你们可以去旅行看看啦 就是等疫情结束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一起出去玩啊 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约出去 就是说骑马啊 然后 射击游戏啊 这些 都还蛮好玩的 就是要让对方看到你 有同趣的一面 而不是像长官这样 然后要让对方看到 真实的你 就是 放松的你 情绪失控的你 而不是理智的你 也不是情绪失控啊 就是 当他看到你的喜怒哀乐的时候 他才会确定说 你是不是那个对的人 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你的解牌咯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解牌 请给我按个赞 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也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再抽一支金切 又忘记念了 普贤行愿品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可以读普贤行愿品 然后也希望你越来越顺 每天读一段 然后回向给法界所有众生 回向给 所有遭受到新冠状病毒之苦的人 然后 许愿希望我跟某个人的关系 变得如何如何 希望我能够 事业如何如何 希望我能够遇到我的证源啊 具有什么样子的特征 等等都可以 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